募集物資在徒步送到偏鄉 這堂公路上的公民課 讓大學生燃起對社會的溫度 還有國際志工的推動 以自身力量為社會做出改變 實踐大學將品德深化為品格涵養 貨班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的表揚 學生的作品 他們的設計的理念 理念的部分 然後融入對於這個環境 對於人文的關懷 跟品德教育的一個愛在裡面 慈濟中學對品德教育的堅持也被看見 獲選為高中組的代表 以慈濟人文出發 透過各項課程與服務學習 交之以理 欲之以德 將品格帶入習慣中 原來我們把全部的 一次性的碗筷都收起來 我們不要用 一看就跟我講說 你們小孩不會變拍 高校如果像這樣就成功了 就真的是我們都在外面 學生已經是內化成自己個人的習慣行為 跟他的特質 如果說沒有品德的話 基本上人格成長會是缺陷的 我們希望從小養成品格 透過做中學 學中訣 以慈濟人文為核心 深化學生行善 行孝 教育部透過表揚優秀學校 期許校園間彼此互相觀摩學習 品德教育是社會根本 才能帶動善良風氣的永續長存 大一新聞黃宜萱 許英豪台北報導 謝謝